最近家里来了朋友,我想省事,准备请他们下饭店,谁知道这帮,人非要我亲自下厨,还好我藏了几手压轴的菜谱,做出来后令大,家刮目相看,还说向我取经,我不禁得意洋洋,于是就编辑了1,些长辈的菜谱,分享给大家,帮大家以备不时之需,1,小炒牛, 肉1,牛肉切片放料9,胡椒粉,盐,淀粉,少许食用油抓匀腌,至15分钟,2,青红椒切块,葱切段,黄米椒切粒,泡浆切片,姜蒜切米,阿德福蒂斯门瓷3,锅热油后,牛肉放入快速滑变色胜出,4,锅放油爆香,蒜,放米椒和泡,爆香,放青红椒,调盐翻炒,5,倒入牛肉翻炒, 调生抽,7,粉,葱段炒匀即可,2,小米蒸排骨1,小米泡水3个小时,2,排骨泡水30分钟,去掉血水,3,加入白糖3克,盐5克,生抽20克,料90克,熬油10克,辣椒酱15克,4,腌,2个小时入味,5,排骨加入小米搅拌均匀,土豆切片放入, 容器底部,7,再倒入小米排骨,上笼蒸40分钟左右即可,阿德福蒂斯门瓷3,蒙烧鸡爪1,鸡爪去指甲,焯水捞出,2,炒糖色,炒到鸡爪微黄,3,放入葱,八角红,辣椒炒出香味 4,老抽生抽1比1,米酒一碗,烧开,5,放盐,13香,烧开,6,中小火煮15-20分钟大火收汁即可 出锅放点味精脾味,4,滑蛋炒牛肉1,牛肉切薄片,放入腌 料,酱油,汁,酒,白糖,淀粉,花生油,拌匀,泡嫩后捞起 待用,打散鸡蛋后,放入盐拌匀,2,将泡油厚的牛肉放入蛋 夜中,小心轻微信,8倍托普克恩,3,将火烧至10分 热,放入油,烧热后,放入蛋液,用中火拌炒至蛋凝固,撒入葱 立拌匀,即可上桌,阿德福蒂斯门瓷5,蒸猪原子1,糯米提前洗净浸泡一夜,捞出粒干,2,猪肉馅加盐 生抽,料酒,油,淀粉,鞍醇蛋盐一个方向搅打上劲,再加葱 末,莲藕末拌匀,3,肉馅搓成圆球,4,肉球裹上一层糯米 5,珍珠原子下锅隔水蒸,水开后继续大火蒸10分钟左右即 6,剁辣椒炒鸡真1,鸡真清洗干净后切薄片,加,末,红 剁椒,料酒腌制20分钟左右,2,长青椒洗净去紫切断,葱 蒜切片,阿德福蒂斯门瓷3,热锅下油,油 热后,依次下入花椒,葱,蒜炒香,4,放腌好的鸡真偏大 火翻炒至断生,5,加入青椒块翻炒,加少许老抽,炒至青椒断 蒸,放少许盐,淋少许香油即可,7,尺之蒸凤爪1,凤爪入锅 焯水3分钟出锅,立干水分备用,2,油热后下入凤爪,炸至微 黄,再入冷水中浸泡10分钟,3,捞出凤爪加盐,胡椒,葱 红椒,大蒜末,豆豉,生粉,料酒,香油,生抽,老抽,蚝油冲 分抓匀,4,豆腐放入碗中,把凤爪摆放好,把剩余的料汁倒在 凤爪上,入锅大火蒸25分钟即可,阿德福蒂色末 NPS8,麻婆茄子1,茄子去地洗净,切成块状,用淡盐水 浸泡10分钟,葱花,大蒜切碎,切末,2,热锅油热后放入 茄子,小火慢煎至茄子微软后胜出,3,锅中倒油,放入蒜末盒 末爆香,下豆瓣酱边炒出红油,4,将茄子放入炒匀,加料酒 白糖,生抽,倒入清水焖煮一会,调入辣椒油,花椒油,再汤 至收干,撒上葱花即可,9,香辣猪蹄,1,猪蹄洗净,蒜切片 2,锅中烧水,放入葱,片,倒入少许料酒,水开后放猪蹄飞 水,撇除浮沫捞出猪蹄,3,锅中放油,加干辣椒,花椒,大料 片,蒜片炒香,4,放入猪蹄翻炒,加老抽,陈醋,盐调味 天水没过猪蹄,阿德福蒂斯门慈五,大火 开转小火,至猪蹄熟烂即可收汁,10,辣子鸡1,将鸡洗净后切 盘275PS的小块,加入料酒,盐拌匀,腌制20分钟 2,蒜切片,葱干辣椒切断 3,锅中导入300毫升油烧热 放入鸡块略炸,炸至金黄色后,4,大火烧热油,放入蒜 片爆香,放入辣椒花椒,放入炸好的鸡块翻炒,撒入鸡精白糖盒 葱段炒匀,11,大盘鸡1,鸡洗净,多快,放入加了料酒的开 水锅里焯水捞出粒干,阿德福蒂斯门子2 热锅上油,放八角,桂皮,香叶,干辣椒,花椒,葱,片边香 3,放入鸡块翻炒3分钟,加生抽,老抽,白糖炒至上色 4,加入开水,没过鸡块即可,烧开后加番茄酱,柠檬汁,盖上盖转 小火20分钟,加轻红椒,盐,胡椒粉,大火收汁,12,韭菜 炒香前材料,韭菜一小把,香前6块,红椒一个,油适量,盐少 取,生抽树低,做法,1,韭菜洗净,切断,香前洗净,切细条 红椒去紫切丝,2,炒锅加油烧热,下红椒丝,和香前翻炒,加 不少许盐,生抽掉味,可加少许水,3,不停翻炒,待香前吸收 汤汁变软变得蓬松,加入韭菜,翻匀,带韭菜变软即可起锅 阿德福蒂斯门瓷13,卷心菜炒粉丝1,卷心,再洗净切丝,粉丝泡软 2,五花肉切薄片,葱切片,切丝,蒜切片,红椒切丁 3,起锅热油,下肉片滑炒出油,然后放蛋 红椒,葱,蒜爆香,加老抽,料酒略炒再放入包菜 4,当变软 煮水时,下粉丝翻炒,放盐,让粉丝充分吸收炒出的水分 5,直到入味变软,加入红椒炒匀即可 14,肉末冬瓜片 1,冬瓜 洗净后去皮,切成约2毫米厚的薄片,大蒜,小葱分别切碎 2,肉末中加入少许蒜末和盐腌5分钟 3,将冬瓜片放入盘中铺 平,将腌好的肉末铺在冬瓜上,放入蒸锅里,用中火蒸8分钟至 葱瓜熟透,阿德福蒂斯门瓷4,出锅滴上挤 冰香油,撒上葱花即可 15,珍珠藕原1,糯米用水浸泡2小 10粒干,2,小葱切葱花,生,切末 3,肉馅中加生粉,盐 料酒,葱花,末拌匀 4,藕用器具擦成藕绒,加入调好的肉 馅中拌匀 5,将肉馅搓成丸子 在糯米上滚上一层米 6,放 入蒸笼里,在已沸的水上大火蒸20分钟 7,关火,撒上葱花 即可 16,蚂蚁上树衣 本丝用冷水泡软捞出,阿德福 必斯门瓷2,胡萝卜青椒切末 松切末 3,炒 1汤匙红油豆瓣酱 小火,搅拌 炒到提起铲子柔式红色的即可 4,肉馅放进去炒到分散发白 放一茶食糖 放胡萝卜和葱 墨 5,对水刚好到肉馅边缘 放入粉丝 6,煮一下,水快干 了,肉铲子翻动收汁 放青椒,鸡精,香油 关火,17米米 板糖醋排骨 1,排骨焯水 控水后用开水冲洗一遍 2,力干加 盐,料酒,酱油,葱 撕拌余腌制5分钟 3,排骨制高压锅中 蒸制,开锅后4分钟关火 4,待锅凉后捞出排骨 5,热锅热 油下白糖,陈醋,番茄酱小火熬制 6,带油锅内汤汁粘稠时 排骨入锅翻炒至挂之后 撒熟芝麻关火,阿德福丝 门瓷18,营养早餐 皮蛋瘦肉周一 皮蛋切块,肉丝 加盐,香油拌匀10分钟 2,大米洗净加盐 香油泡10分 中 3,肉丝下热油锅过一下 至变色捞出控油 4,水煮开 下米煮滚后改小火 加入皮蛋,瘦肉丝 盐,鸡精,葱花 煮约 50分钟后 放入鱼下的皮蛋块和葱花 微火煮10分钟即可 19,肉末茄子 1,茄子洗净后切成约6公分长的段 再对抠成 4,长条 阿德福地斯门瓷 2,锅中导入适量 的油烧热 放入茄子用中火炸软后捞出 3,锅中留油 放入角 好的肉炒3,再放入蒜末 葱片 撕炒香 4,姜榨好的茄子倒 入锅中 加调料炒匀即可 20,豆豉 支蒸排骨 1,豆豉洗钱 紧,沥干水分 并切碎 2,将去皮 磨成 融 蒜头去掉外皮 切成米粒状 3,把磨好的 融蒜融放进碗中 加入所有调料 混合均匀 4,排骨洗干净 沥干水分 5,加入一勺生粉 再加入混合均匀的调料搅拌均匀 6,放进锅中加盖大火蒸15 分钟 蒸至全熟即可 阿德福地斯门子20 1,自然鸡翅 1,鸡翅用牙子将被面扎许多小孔 2,生 去皮 切片 3,鸡翅加入料酒 盐 生抽 胡椒粉 蚝油 片腌 至30分钟 4,锅中放油加热 放入鸡翅煎至表皮焦黄 5,加入一小碗水 腌制鸡翅剩余的调料一起加入 6,大火煮开 带汤之快收干时 加入自然粉和自然颗粒 炒匀即可 22,尖焦土豆丝 1,将土豆切成丝 放入盆中加入水泡泡 2,将煎 饼胶切成细丝备用 3,将土豆丝捞出来控干水分 4,锅内油 烧热 5,放入蒜 6,加入尖焦来回翻炒 7,放入控好的土 豆丝 8,加入酱油 醋 盐大火快炒 阿德福斯 门子9,炒一两分钟后即可出锅 23,双焦肉拌面 1,猪肉剁成末 青红椒切丁 芹菜切丁 2,烧开水 水滚后 放入 调 3,将 调煮到刚熟捞出过冷水 4,锅里放油 烧 热后放入肉末快速炒散 5,炒至肉末变色后放入酱油翻炒香 6,随后放入青红椒丁 芹菜丁翻炒 7,放入煮好的 调 加适量盐 拌匀后就可以了 24,蒜香 鸡翅1,取一支碗 倒入生抽 盐 生 沫 黑胡椒粉 香叶 料酒做成腌肉料 A 德福蒂斯门子2,鸡翅反面切几个小口 放入腌肉料内 腌一小时 3,大蒜切末 4,取油锅 下入腌好的 鸡翅 倒入适量的白糖 煎到上色 5,倒入生抽 炒均匀后倒 入蒜末炒香 6,加适量的水 焖煮 鸡翅熟后 入盐收汁即可 25,可乐鸡翅1 将鸡翅松洗净 切片 松折断 起 油锅 爆香 葱 2,鸡翅下锅 煎至表面烧黄 加入两勺的生 抽 翻炒一小惠儿 3,可乐倒入锅中 烧开后改中小火慢焖 4,带鸡翅闷软后 大火收干汤汁就行了 阿德福蒂斯 埃门子26 煎茄子 1,将粉和水搅匀 倒入打散 各蛋液 调成西壶 搅拌均匀 2,茄子洗净 去地 切成厚度 约7毫米左右的大片 3,平底锅烧热 倒入油 将茄子片裹上 5,放入锅里 煎至两面金黄 茄子 让薯软 即可出锅 4,蒜 盛蒜泥 倒入酱油 离一滴 香油拌匀 5,煎茄子 搭配蒜汁儿 以气食用 小惺惺为信 8倍托普克恩 27 葱爆 牛肉原料 牛肉500克 大葱一根 蒜少许 做法 1,牛肉 切片 放入蛋清 料酒 老抽 腌制10分钟 加粉和食用油 2,锅内油热之后 炒香 一半葱丝和蒜末 放入牛肉炒到九成熟 加入剩余的葱段 生抽 盐 鸡粉 白椒 香油 翻炒 出锅 阿德福地斯门子28 蒜香压块 1 再 油热后下蒜碎 煸炒出香后下鸭块 小火煸炒约五分钟 直至鸭 外表层微微焦黄 鸭油渗出 2 加入干辣椒略炒出味 滤掉鸭 猪的鸭油 加一定比例的酱油 食醋 白糖和料酒 随后加温水 沸腾后盖上锅盖 转小火焖烧 3 大约15至20分钟后 打开锅盖收汤汁 加盐味精 撒上葱花即可 29 水煮牛肉 1 在牛肉片中放调料 湿 粉 但轻搅拌均匀 阿德福 地斯门子 2 姜油菜 芹菜切成丝 焯水窝笋切片 焯水生 蒜切片 松切丝 3 油锅中放入豆瓣酱 花椒 葱丝 蒜片 片边香 加肉汤 酱油 精盐 味精 白糖 5 焦粉 稍费放牛肉 弄好后放入青菜 4 姜干辣椒炸香 盛椒油 倒入牛肉碗中集成 30 密制烧排骨 1 排骨控干水分 炒 锅烧3 盛热时 放入排骨 中火开始炒 2 排骨变色出现水分 调小火力继续翻炒 加入红糖 酱油 3 加入热水 水晾饮 煤过排骨为准 放入葱 干辣椒 八角 炒火 4 转小火 炖40分钟 5 排骨软烂后 转大火将汤汁全部收拌 同时翻 炒 出锅前淋入香醋拌匀即可 阿德福蒂斯门克 S31 粉蒸肉 1 五花肉切成薄片 加料酒 老抽 生抽 少许胡椒粉 拌匀腌4小时 2 腌好的肉片加蒸肉米粉 焦1 大勺高汤再次拌匀 3 土豆去皮洗净切厚片 4 蒸笼底垫上 蒸笼纸 先铺一层土豆 再放步骤3 你处理好的五花肉 5 入锅蒸 大火至水开后 转中小火 30分钟撒葱花即可 32 嫩牛肉1 切牛肉11横断面 切薄片 用白糖腌10分钟后 加 少许水搅拌 再加入酱油 盐 味精 料酒 片 生粉抓匀 腌15分钟 阿德胡蒂斯门子2 加一小勺 生油拌匀 3 下油适量 甚油为热放入牛肉 往火翻炒 烧至6 成熟时 把火关小 加盖焖至熟透 这样炒出的牛肉既鲜美又嫩 滑 33 焦香鸡翅主料 鸡中翅 调料 盐 生抽 辣椒粉 白椒粉 做法 1 洗净的鸡翅两面都划上两刀 2 加入 少许盐 生抽 料酒 拌鱼后腌制 两小时 3 鸡翅放入微波炉 中火3分钟 4 撒上白椒粉和辣椒粉 5 再入微波炉中火 4分钟 6 取出鸡翅 最后再撒一点白椒粉即可 阿德万 而蒂斯门子34 酱香排骨 1 排骨加入 4 料酒 用手抓余腌制半小时 2 打入蛋黄液 生粉 继续抓 匀 3 锅中加适量油 爆香蒜粒 4 加入排骨煎制两面筋 黄 4 依次加入花雕酒 酱油 豆瓣酱 大火烧开后转中小火 煮至收汁 5 最后即少许柠檬汁调味即可 快来练练手吧 掌握了这些菜股 让你瞬间高大上 上得了厅堂 下得了厨房 这是新时代女性的标卡 不陪梅教你做葱爆牛肉 影片来 原 还是